印尼的境外移入的确诊数 已经达到了133个前 首度超越美国 成为了移入个案最多的国家 估计这笔治疗费用 大概要近一元 劳动部这礼拜才要请地方政府 清查一下自主健康管理的场所 尖家也担心如果移工的宿舍 环境不太理想的话 也没有改善几十个人 挤在同一个大通铺 恐怕会成为防疫破口 移工宿舍好几十人挤一间 宛如集中营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说 很多移工回想起来都会掉眼泪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移工到那地方就是 刚下飞机惊魂不定 然后就被放到一个 其实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 他所居住的地方是非常糟糕的 影响到移工的居住的安全的 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不给予雇主改善的机会 我们会立即就请地方政府来做采发 劳动部说 这礼拜才要请地方政府去查气 敲动疫情严峻根本缓不积极 专家担心移工可能造成防疫破口 就怕演变成新加坡四月初 大规模移工宿舍群聚感染 任何的一个接触面 只要是在密闭室内 风险会按照距离的递增而略为减少 但整体来讲都是大风险 指挥中心紧急追查信号案 688695的其他46名移工 裁检都是阴性 不过印尼境外移入 病例数多达133人 首度超越美国 月升境外移入个案最多的国家 以每个人治疗费用 大约80万元计算 恐怕将近一元 至于移工入境先进 集中检疫所十四天 期满前裁检 在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遇到六日医院没上班 就前往医管公司的宿舍 进行健康管理 劳动部说 医管公司只是委任执行业务 不是劳动部管辖范围 那么谁该负责 这个责任是要科给雇主的 我觉得这完全不公平 因为到台湾还没到雇主家前 雇主完全不知道 作业公司怎么外包 避免移工因为医院休假 造成空窗 其指挥中心也宣布 遇到六日检疫期满 可以延长住在集中检疫所 不会多收费用 问题是这笔账等同全民买单 再来如何落实管理 移工自主健康管理的居住环境 恐怕得有更明确的规范 记者综合报道